SORRY CUP 等31在正視 胡慧聰 今天正是 5 月 3 日 5 月 3 日新的確診者有三位 明天 4 日會不會 應該不會 應該希望是 3 2 1 0 便是最好 今天 5 月 3 日 在泰國又有部分地方開始開 究竟曼谷的集到集 weekend market 開不開 又或者部分的餐廳食肆 是否開了都正如傳說之中 有很多位集住集住 而不是大家孤單寂寞地一個人坐 待會兒看你就知道 剛才提及到集到集 weekend market 究竟今天集到集 weekend market 開不開 原來是不開的 雖然說根據新規定 這些跳組市場是可以開 但可能因為大家還未準備得好 以及有關的清潔問題還未解決 所以今天所見 在集到集 weekend market 內 是一個檔口都沒有開 下星期會不會開呢 暫時未知道 總之如果有新的消息 就會告訴你們 知道你們可能很掛念 某檔的小販不知道還在不在 應該還健在還在 不過就是在外省省府來曼谷 現時就有點困難了 第一部份的火車班次就被取消 第二長途車可能也未有 第三泰國政府公佈了 若不是事必要有真是需要 都不要穿州過省 所以可能未必會這麼快回來開檔 現在集到VCAP Market 後面的JJ Passer 今天又重開了 眼見部份店舖都說整裝待發 部份又在清理門戶 但是回看 所有的店舖和檔口 比以前來說是少了 大家是第一天 有很多人都未能準備好 無論如何下星期 大家應該都會陸續回來 真是好 有多個地方可以走 眼前所見 不少店舖都有一些店員在清理 希望盡快清理乾淨 明天後日繼續可以賣東西 明天後日開業 先解釋清楚 集到集VCAP Market 內的店舖 主要是開星期六、星期日 閒一就不開 但反過來 JJ Passer 基本上每天都開 而它所賣的東西 亦以一些家品和傢俬為主 和集到集到集就不一樣 有些朋友 往往來到集到集到集VCAP Market 就不記得和不知道 JJ Passer 的地方 其實若然要買大量的傢俬家品 便宜地 還要是泰國設計的話 在這裏就可以一網打盡 兼斜 這裏也有些送貨服務 可以幫你送到香港 所以日後有機會的話 如果要買這類型的產品 一定要來這裏 現場所見 都還有些遊客在購物 在逛街 連賣寵物的店鋪都開了 我又可以買一些糧食和玩具 給胡偉貓玩 行得兩行 還看到咖啡店外 有人坐在這裏飲食 這裏很出奇 就是出奇 之前不可能的 今天開始就可以了 今天是5月3日 泰國部分餐廳 已經可以開放 讓大家坐在這裏吃 而不需要take away回家吃 我在曼谷 今天找來一間 可惡特色的餐廳和咖啡店 咦 為何好像一間藥廠 沒錯 說得對 這裏以前真是藥廠 一個Lap 但今時今日 已經變成了一個 咖啡店兼餐廳 你看看 都說了美星太靈 你看看 一間古舊的藥廠 都可以變成一間咖啡店和餐廳 裏面的裝修層次 真的值得來拍照打卡 甚至乎所用的物品 都如實驗室化驗所一樣 裏面還有一些房間 其實今時今日 已經成為一些 可以給你用來溫習 或者做功課 或者開會的地方 提提大家 雖然 現在泰國部分的餐廳 可以開放 但是裏面的桌椅 必須要有一個 社交距離 一定要雙隔 所以有些餐廳或咖啡店 可能有些東西隔著 又或者有些 就像這裏 大家雙隔遠一遠 而且只限單人座 就不能夠雙人座 這間咖啡店兼餐廳 其實是新開不久 剛剛遇上疫情 被迫要關閉 所以今天第一時間重開 讓泰國的朋友 可以來呼吸身私空氣 和拍照打卡 他們的食物 都值得拍照打卡 哇 這裏做咖啡的方式 相當獨特 但為何會有老鼠 有兩隻老鼠 其實不單止 其實這裏有十隻老鼠 有十隻老鼠 有十隻老鼠 原因就是 每天店裏 都要到處放十隻老鼠 若然你找得到出來 便會免費醒來一杯咖啡 這樣說 是否很有創意和特別呢 面前見到這個飯 造型賣相相當獨特 價值大約150匹左右 兼且這個咖啡 都是150匹左右 這樣的造型賣相 就要好喝 更難得的 就是今天 應該是第幾天了 我拍到第38、39天 都應該是38、39天以來 第一次不是在家裡吃飯 不再在家裡 又或者在外面 那個花園那裡吃 可以轉換一下環境 聽一下別人播放的音樂 而不是自己選來來去 那幾首音樂 兼且有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燈光 又是有冷氣 又可以吃不同的食物 嘩 真是 今天是第一次可以出街吃飯 真是開心 掛著說食物 忘記介紹他們的器皿 你看看 為了裝飲品和飲品的器皿 是否也很有實現室的感覺呢 現場所見 也有不少泰國人在拍照留念 當然 困了那麼久 都想出去吸收新鮮空氣 但是提一下大家 今天並不是所有咖啡店餐廳 都照常營業 起碼美色連鎖咖啡店 都依然是沒有開的 部分就富貴險中球 但球有開門 賣得一杯得兩杯 所以就好像這間一樣 有些就未開住的 至於街上情況是怎樣 我們去唐人街看過 街上小法都有Social Distance 雙隔很遠 但是可以讓兩個人坐 就不是一個人 Table for Tour 至於這間河粉店 就工整很多 大家看看 真是一人一張桌 不能搭桌 還有桌與桌之間 真的有點距離 5月3日 對於泰國人來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 酒可以賣 於是在超市裏面 部分酒已經搶購一控 兼斜 而且進來還要限制人數 情況不算太誇張 今天早上11時 有部分超市 情況更嚴重 更令人震驚 看看網友提供的片段 這些片段是今天早上11時拍的 超市開門 可以說是賣酒 人山人海 每個人不是買朱古力 不是買廁紙 只是買酒 可想而知 酒對於泰國人來說 是多重要的 但看看大家 所謂可以賣酒 是指大家可以買酒回家喝 而並非一些餐廳 或者一些快餐店 是可以賣酒給你坐著喝 之後我們又去到 唐人街附近一個商場外看過 真是人山人海和以前的情況一模一樣 都是那一句 大家找得太久了 所以都要出街逛逛 希望明天後天更加好